身体允许的话请你起立 我们一起来用今天的诗歌 来敬拜我们的主 敬拜你 主我敬拜你 主我敬拜你 敞开在你的面前 主我敬拜你 扶扶你宝座前 敬拜你 主我敬拜你 主我敬拜你 敬拜在你的面前 主我敬拜你 敬拜你宝座前 敬拜你 边君相你出息 从天使温道在我的座间 祝我双手举起 举行礼宝座前 祝我双手举起 举行礼宝座前 举行礼宝座前 祝我双手举起 举行礼宝座前 祝我双手举起 邀请你今天一大早 先来为自己祷告 为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 准备好祷告 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 祝我敬拜祢 主我敬拜祢 举行礼宝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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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君向祢屈膝 天君向祢屈膝 终天使为了祢坐牵 祝我双舍屈膝 屈膝祢屈膝 天君向祢屈膝 天君向祢屈膝 终天使为了祢坐牵 祝我双手举起 屈膝祢保佗千祈膝 我们来唱第二首诗歌 我们欢迎主王降临 后面的童童 还在碰面喔 宇宙一种心 世界的中心耶稣 世界的中心耶稣 万物都分于祢属于祢 归于祢 你是荣耀君王 宇宙的中心 宇宙的中心耶稣 宇宙的中心耶稣 世界的中心耶稣 世界的中心耶稣 宇宙的中心 耶稣 世界的中心 耶稣 万物都本于祢 属于祢 归于祢 祢是荣耀君王 我们欢迎 欢迎君王降临 渴望看见 祢的脏鞋 呼求祢来翻转 震动这土地 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 我们欢迎 君王降临 同心高居 你圣洁的名 呼求天窗打开 吹雨不停息 我们呼喊 欢迎君王降临 我们欢迎君王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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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我们圣洁的热情 我们欢迎君王降临 同心高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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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圣洁的名 呼求天窗打开 呼求天窗打开 吹雨不停息 呼求天窗打开 吹雨不停息 我们欢迎君王降临 呼呼求天窗打开 不求天窗打开 恩高如雨 浇灌这地 眼未看见 耳未听见 可目更多 看见你的容眠 大大掌口 大大掌口 大大充满 恩高如雨 浇灌这地 眼未看见 耳未听见 可目更多 看见你的容眠 欢迎君王降临 我们欢迎君王降临 渴望看见你的彰显 不求你来翻转 震动这处地 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 我们欢迎君王降临 同心高居 你圣洁的名 不求天窗打开 春雨不停心 我们武汉欢迎君王降临 请坐 我邀请你再做一个祷告 不管你有没有进入状况 试着想想这个礼拜当中 有没有值得你感恩的事 让你坐在这个礼拜堂 想要献上你的感谢 或许你这个礼拜过得很糟 那么 献上你的祈求 求主在今天的礼拜中安慰你 我邀请你为自己祷告 再度天震中 我邀请你离见 我邀请你到不见 一样的礼拜 我邀请你我很可怕 我邀请你追求 我邀请你来 如果你邀请你去上这个礼拜 然后你乎回来 我邀请你好 我邀请你去上网 你去上岁 我邀请你 кв 他爹 我邀请你到哪 我们慢慢进入这首歌 让 让我灵更坚定 在我身旁 你是风浪平息 安静 让平安入我心 安静 让平安入我心 深深知道 你是我的神 风浪 让我灵更坚定 在我身旁 你是风浪平息 再次安静 安静 让平安入我心 深深知道 你是我的神 风浪 让我灵更坚定 在我身旁 你是风浪平息 我不害怕 我不害怕 我仍然要敬拜 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 来 安静 让平安 来 安静 让平安 陪我 pure 让平安静 让平安静 在平安静 让平安静 我仍然要敬拜 祢陪我走向应许之处 充满盼望 我一生要敬拜 生命漫有祢定基 我不害怕 我不害怕 我仍然要敬拜 祢陪我走向应许之处 充满盼望 我一生要敬拜 生命漫有祢定基 我不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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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仍然要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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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和我們 不害怕 我仍然要敬拜 我仍然要敬拜 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 以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身天坐在全能复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过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的公知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的圣灵 我信圣灵的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消息报告 请大家请坐 下一张 谢谢 小会公告 这个是我们本次的长职当选名单 请大家可以参阅周报 我们可以一起为教会再来的事工的推展 继续来祷告 这是执事的当选名单 另外在11月14号 我们举行三堂的圣餐礼拜 请会有留意并预备新参加 北二区各教会参与世界圣餐礼拜的奉献 上周韦伦牧师有提到 我们针对就是疫情冲击比较严重的万华区弱势族群 我们有就是关怀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行动 因此教会站临10月份的圣餐 并且将于本主日为功夫来奉献 12月26号圣诞节洗礼转集 这是洗礼学道班 欢迎还没有受洗的兄姐可以参考 可以预备新来参加 儿亲部消息 儿童主日学师资招募 生命介绍需要同工 儿主师资招募定于11月13号 11月20号下午1点到4点半 举行师资培训 那鼓励兄姐可以回应上帝的呼召 如果你有负担 投入这样敬仰教育的事工 培育进行的下一代 也请跟匡胜牧师或是俊宏干事联系 会有消息 杨周玉云姐的先生杨景堂兄安息主怀 紧定于11月7号举行路练火化 请为家属带导 本主日为人牧师前往仁爱教会正道 愿主保守一切顺利 本主日资招牧师与儿童主日学 一同前往实情基金会 立则检活动中心进行业外礼拜 愿主保守一切顺利 让我们来欢迎新朋友 我手上有两份名单 一个是李美玉姐 请问有在我们当中吗 让我们来欢迎你 好 另一个是邱穆恩 请问在 穆恩欢迎你 他是心灵的介绍的朋友 好 那让我们就向周围的兄姐问安 好 请身体许可的兄姐我们一同站立 我们来守望祷告 愿慈悲爱我们的父神 愿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再次可以恭敬来到你的面前 祝我们为万国万民万人来代求 祝我们为世界祷告 联合国世界荣良署有提到 亿万富翁越来越有钱 只要美国四百大富豪拿出他们资产的百分之零点三六 就可以使四千两百万人不治饿死 祝我们为逐年增加的贫富差距来祷告 求祢导正这样的景况 也求祢帮助我们 使我们不以贫富来判断人的贵贱 祝我们更肯求祢的赦免 因为这样的贫富差距 恐怕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也在我们这个世界的教会当中 祝求祢看我们的眼 知道我们有什么是我们应该做而未做 或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使这样不平的羞辱不至于存在教会当中 因祢在圣经上说过 要均平 就是你们的富余 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 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 这样就均平了 如今上所记 多收的也没有余 少收的也没有缺 祢院主时常提醒我们 关于拉撒路跟财主的故事 还有财主进神的国 比富人穿过真的眼还难的教训 主我们也恳求祢 帮助台湾 主绝对天气多变 可能又是疾病流行的季节 而中南部即将进入枯水期 求祢保守众人的身体与产业 得以健康与平衡 主我们为教会祷告 感谢主在上周选出金掌职 愿圣灵带领一切施工 和主心意 蒙主悦纳 主我们也为光圣牧师一家 与文艺牧师一家祷告 愿他们两家都身体健康 且得上帝丰盛的恩典公益 主我们也为南园教会祷告 求祢保守幸福小组 可以使更多人得利与可目认识主 感谢耶稣 也求祢继续地指引我们 提醒我们前面的道路 帮助我们的生活 更合祢的心意 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各位请坐 办公室同工之前 前面有一个功夫团契的分享影片 请问可以放吗 我们有一个功夫团契的分享影片 想请大家来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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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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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使用工业福音团契 关怀许多的需要的家庭 接下来我们来奉献 我将生命献给你 一生成为主亲密 时时刻刻献给你 荣耀归出无穷尽 祝多心根结 爱你胜过这世间 寂寞里出现自己 永永远远属于你 阿们 奉献是基督徒感谢上帝恩典的一种回应 出于甘心乐意的人将敬礼他丰富的赏赐 我们读经 箴言三十章七到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求你两件事 在我为死之先不要拒绝我 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 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 赐给我虚用的饮食 免得我饱足了 就不认你说 耶和华是谁呢 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 以致亵渎我神的名 今天要证到的是本堂的光世牧师 证到题目是求上帝的两件事 我们一起来祷告 按我们达巴天父 谢谢你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你 求你保守看顾我们的心怀意念 愿你圣灵工作 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 听的说的都真实明白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这两年因为肺炎的疫情 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方式 也凸显了 多元声音虽然重要 但是没有知识与真理 人们会陷于困境中而遭灾受难 去年疫情刚开始蔓延的时候 严重的亚洲歧视 我相信大家都印象深刻 在意大利 有一个中国人他推广 我是中国人 但不是病毒 这样的活动 来化解疫情初期 人们对于中国的恐惧 甚至有一个中国人 没有带孔罩 他以请拥抱我 我是中国人 但我不是病毒 获得了许多意大利人热情的拥抱 不过之后 意大利疫情急剧恶化 虽然没有特别去证实相关的影响 但是呢 这样的一个事件 成为公共卫生教育 做许多的分享跟教育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提醒的素材 毕竟没有戴口罩 又不确定自己 有没有感染病毒的情况之下 这样子近距离的接触 其实风险很大 美国也发生有一个餐馆的老板 他坚持进去他店里面吃饭的顾客 一定要戴口罩 不过他遇到了有一个人 这个人呢 声称他有不戴口罩的豁免权 甚至他在讲话的时候 有意无意的掀开他所佩戴的枪支 老板坚持 病毒根本不管你有枪没枪 反正你要进来吃饭就是要戴口罩 不然就给我出去 我想 类似这样的事件 层出不穷 事实上 也有一波的声音这样说 认为戴口罩 只是象征性的意义 对于防治病毒传染 根本没有实质的成效 也因此 有许多地方都发起拒绝戴口罩的运动 这样的声音在日本有 在加拿大抗疫行动中 甚至有人明确的表示 病毒造成的伤害 还不如因为限制病毒的相关政策 造成人们生理或经济上的损失还要大 而德国也更有人认为 要人家戴口罩强迫人家戴口罩 就像是纳税时期 强迫犹太人佩戴大卫之心 这样是对人民自由有极大的伤害 我相信这里刚刚论述的每个声音 都是十分宝贵 谈到人生自由 谈到有人因为口罩的束缚感而被压迫 谈到有人认为对病毒的害怕 不应该加注在对人的歧视里面 我想这些论述都非常的真实 不过在面对没有情感 毫无人权法治概念的病毒 好像这些论述 刹那间显得失去了意义 事实上 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也是如此 我们充斥在许多的声音里面 每个声音听起来都是那么的有道理 每个理论也有许多专家在讨论 在我们所有的声音中 我们想要相信这个想要相信那个 我们真的会发现很多时候 我们选择相信一件事情 最后还不一定是正确的 在资讯洪流中 选择或者分辨可以相信的资讯 对许多人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甚至许多人宁可找寻一个立场 不管是政治性的权威性的 或者纯粹是对某个发言人的好感 总而言之就是毫无条件的相信 以此来降低自己的焦虑 不过这样的行动真的是好的吗 今天是宗教改革纪念日 宗教改革五百多年来 看起来是对基督信仰论述的讨论 其实更重要的是对信仰全示权的讨论与追求 在五百年以前 天主教会还掌有绝对信仰全示权的时刻 人们没有什么机会阅读圣经 只能听着在礼拜前面的主理者 他用着他自己可能也不是那么熟悉的语言 使用着礼仪来建构一个敬前的信仰模式 其中为有教会权利的人 因为人的软弱也开始改变了一些对于信仰论述的理解 一来是因为这样子的调整 让教会的资源比较好管理 二来也是因为这样子可以将信仰的概念 简单容易的传达给众人 想想看跟你讲说只要相信就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吗 想想看只要听话就好了 只要顺服就好了 不是很简单吗 你也真的听了你也真的信了 那就好啦 你不觉得这样子的论述听起来 好像很快的就让人跟上帝有连结了 你不需要经过复杂的学习跟思辨 感觉信仰简单轻松容易多了 不过这样的样貌 我们会很清楚的看到 好像好的部分就是 你很快的就可以跟上帝有关系 坏的部分就是 你没有了思辨的能力 你没有办法看到上帝整全的样貌 你只能看到某些人说上帝长的某个样子 也就因此我们会看到一个很重要的 有一群人大举上帝审判之箭 大肆撒法 砍杀异议者 并且收敛钱财 我们少了与上帝真实的关系 我们很容易就落入了 以色列人亡国等那样的国家灭亡的下场 我们也很容易重到了 耶稣的时代 宗教领袖所犯的错误当中 事实上马丁路德不算是 宗教改革的先驱 在他之前呢 有更多的因为信仰的意义 而死亡的前辈还有好多人 会说他是很重要的那个人物 是因为他活下来 事实上在1380年 将圣经翻译成英文版本的 John Wakefield 他便是让许多人都敬佩地存在 他真的很可怜 到死之后还要被挖出来鞭尸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都是信仰前辈摆上的代价 不过我们回到马丁路德所挑战 教廷的一件事情来思考 为什么在信仰上面认真学习 建立思辨的过程是如此的重要 我们都知道 马丁路德对教廷提出的一个95条论纲中 对于赎罪卷的概念的讨论 成为了很重要整个宗教改革运动 很重要的论述 其中赎罪卷的讨论 我们真的是印象深刻 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谈赎罪卷 总觉得那是一个很无知的恋财行动 不过事实上所谓的赎罪卷 不只是教会恋财的轨迹 那是某部分它其实是真实的回应 这些信仰的人生命软弱的需求 我们要认真的再去看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当时代的人没有足够的知识传递 有些人可能为了生活连书都没得读 更不要说你就算能读书 你也不一定能够接触得到圣经 人们对于信仰的理解 常常都存在于对于 教会传道者的知识片语 而这些知识片语 除了这些传道者自己的权势 还必须架构在原来那个 教庭系统的世界观 也就是说教庭系统的世界观狭隘 那么这些传道者也不会说出 多宏观的话来 这个时候人们对于信仰的理解 很难接受这样子仪式或者是道理的陶塑 我们会看到有一种新的模式 不是叫新的模式 而是一种很特别的模式 就是透过教会艺术 来让人们感受到那个信仰 这个时候非常漂亮的教会艺术画 非常壮观令人折服的大礼拜堂 就成为了人们感受理解上帝重要的管道 也因为这样我们会看到 要盖教会要画这些圣经图案 需要很多的人力跟财物 不同的地方教团 他们也可能因为彼此的竞争关系 还有对上帝的敬奉敬从 不能用刺激品要用最好的 所以在这样的不能用刺激品的方式 来建造上帝的教会的概念里面 我们大家可以想象 他们需要很大很大的资源 他们创造出了一个替代式的概念 这个概念就是每一个人要为上帝做工 也就是说你除了正常生活之外 你要一生中你要花一点时间 来怎样摆上为上帝福劳役 这个概念里面 如果你真的实在没办法没时间的 好没关系转换成金钱也是OK的 在概念上你会发现 这样子为上帝做工的概念很快的 教会就有源源不绝的人力跟财物可以收入 不过这没有办法解决很复杂的人际互动 因为有人他亲人可能身体残弱 没办法工作 甚至有人因为种种原因 他没有办法工作 在这种情况之下 要弥补这个需要 有人他甚至期待死去的亲人 他所做的不好的事情 能够被弥补 希望能够用什么概念来弥补这些错误 教会开始增加了系统性的救赎方式 也就因为这样 我们看到了赎罪件这样概念的发生 有了教廷的认证 人们可以透过金钱得到一个纸本的证明 让这个看不见的罪这个概念 有了明白的对价关系 也透过许多人的行动 发现这样子真的会让你觉得 好的安慰 好的建造 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事实上到今天 依然还有许多人在问这个问题 这些人问什么 他说我的亲友死亡了 但是他还没有重生得救 该怎么办 如果你对圣经了解的人 你会知道 这个问题是上帝的问题 不是我们的问题 上帝要救谁 怎么救 都在上帝的主权 我们如果真心愿意我们身旁的人得救 我们要在他们活着的时候 让他们透过我们的生命 看见基督信仰的美好 并且被吸引 而不是我们想说 能够用什么对价关系 能够让这些人透过什么样的形式 得到上帝的祝福 没有 没有任何的方法 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 正是对人们创造的赎罪系统的挑战 也将阅读圣经 让人们自己认识上帝的话 并建立真实关系的责任 从人与教会 真真切切的再拉回到 人与上帝之间 透过这样的说明 我们会发现 生活很实际 如果把对上帝的信仰 建构在虚无缥缈的信仰论述中 人们可能永远也无法认识上帝 毕竟在说上帝至大 创造极美好的时候 如果没有办法回应 人们生命中最真实的需求 那么再美好的论述 都没有办法被人认同 我个人很少使用真言成为我讲到的经文 因为真言充满了许多信仰前辈的人生智慧 这些看起来短短的一句两句话 它很难找到脉络 却往往是经过了多少的历练才体悟出来的 如果想要套用什么我初浅的人生经验来分享 真的很不容易 不过今天这段经文 它是对我的信仰历史中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今天这段经文说 这里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里面 它前面有一个虚假这个字 虚假和谎言虚假这个字 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 其实它呢 这个字出现在很多地方 但翻译出来呢 其实意思不太一样 初埃及记二十章第七节 不可妄称耶尔玛的名 这里的妄称 初埃及记二十三章第一节 不可水火散布 谣言 这里的谣言 圣命纪五章二十节 不可做假见证的这个假这个字 马拉基书三章十四节说 你们侍奉上帝是突然的 所以呢我们大家可以知道 这个字它的意思有假的 空穴来风 空泛无一意 徒劳无功的意思 另外一个字 我们说虚假和谎言 这谎言的字很特别 因为呢圣经在很多地方用谎言 你就只用一个字 但是这里的谎言是用两个字组成的 一个字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谎言嘛 那另外一个字呢 它的意思是说话或者是话 事实 原由 言论 命令 行为 事件 所以把两个字组成的这个谎言 其实这个翻译要看得到更丰富的 应该可以理解为说 假的话 不真实的事情 或者是欺骗的命令和行动 我们试着这样子重组了之后 我们可以理解智慧者所求的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是求上帝保守 不让他在空虚 虚假 欺骗中 还有不要在被人错误的行为来影响 或者是悟性 错误的信息 你会发现这个说明 感觉上你非常的有记事感 怎么说 因为它跟我们的生活很像 对不对 我们日常生活中 你电视打开 网路 电脑打开 手机打开 这不是你每天在面对的事情吗 每天在面对所有的资讯 然后你要确定 哇 这件事情五亿人都惊呆了 天哪 我都不太了解 那怎么统计的 但总而言之你会发现 这不就是我们每天在面对的事情吗 智慧者所求的第二件事情 相对单纯直接 它是我们生命中最基本的需求 它谈到不至于匮乏 以免因为过度缺乏而行事偏差 请注意 智慧者在对上帝的祈求中 很清楚的指出 要人在极度的软弱中不犯错 那是很困难的 只能祈求上帝不让这样的缺乏发生 让人们在有限的力量中 不至于做出偏离上帝心意的事情 是的 信仰正是如此的贴近我们的生活 比如在这个我们谈到身体软弱的需求中 我们来看看耶稣的行动吧 在马可福音八章一到三节 这里有段记载这样说 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 没有什么吃的 耶稣叫门徒来说 我怜悯这众人 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没有吃了 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 就必在路上困伐 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 耶稣怜悯人身体的需要 并没有直接打发人离开啊 说哎呀 你们要有信心 平平安安的去吧 没有 耶稣没这样做 耶稣没有要这群人凭着各自的本事 想办法弄到食物吃啊 耶稣是注意到众人的软弱 主动供应缺乏者的需要 许多时候 当我们在谈信心的功课 但是我们也得看见 身体软弱信心不足 这样的状况是真真实实存在的 智慧者在他对上帝的祈求中 明白的请求 不贫穷也不富足 因为他知道 完全的缺乏对人来说挑战太大了 但是他也明白 过度的富裕 会让人们因为懈怠 依然失落在上帝的恩典之中 接着我们回到了 智慧者所祈求的第一件事情 一起来思考 智慧者到底跟上帝求的是什么 有一位日本的插画家 他的作品常常对时事有许多的反省 我们看到现在这张图里面呢 他有一个小女生 他在一个光明的地方 然后呢自拍很开心 桌上有很可口的蛋糕跟小咖啡 哇这张拍起来的照片 一定非常的漂亮 可是在这个图里面 大家可以想象 这个小女生他拍完之后 他把她上传之后 所有的人都可以感受到 他的幸福喜悦美好的生活 不过当你仔细在看这张图 在光明之外的地方 是一个非常杂乱的空间 非常阴暗的房间 你甚至会注意到 他那好吃的食物附近很恶心 你会看到这样的情况 什么是真实的呢 是小女孩上传的照片是真实的 还是那个混乱的环境才是真实的 这个世界很喜欢看到人们光明愉悦的一面 所以每个人都不断的不断的在网路上面上传美好的旅行 美好的食物 美好的风景 美好的消息 痛苦不堪的部分 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人们是会隐藏不让人看到 因为这一切的不美好 难道我还要跟全世界的人宣布 我很惨 事实上 如果真的有人在自己的帐号上面 上传了悲惨的消息 马上会被挑战 你是不是为了博取同情 你是不是为了找寻同温层 结果我们虽然看到了一个消息 但是这个消息真正的内容是什么 其实我们依然不知道 前阵子国产疫苗开始开打 各种言论与挑战此起彼落 护卫的立场或者是攻击的 24小时不停的在媒体上面播放着 最近提到美国有新的政策 就是你要去美国入境 那么你要接种完整的疫苗 但是呢 因为台湾国产疫苗还没让路 所以这时候各种讨论的声音 更是第一时间不断的不断的轰炸的国人 有一些政治人很快就出来评论了 你就会很快的发现这些声音 都在出现 基本上牧师不是医疗专业的人 但从三月开始 我看着台湾有世界各国来的疫苗 然后呢看着人们开始广泛讨论着 这些疫苗的影响跟效果 我心里不禁在想 我们的相信与不相信 到底是建构在什么之上呢 是所谓的医疗专业人员 还是政治立场 又或者是媒体未给我们的资讯 我想关于疫苗好像唯一可以确定的几件事情 那就是不管是哪一个疫苗都有风险 也都会死人 这是事实 但是程度上是有用的 也就是在全世界这样紧急的关头 打越苗越多人的情况之下 疫情的控制将会越来越稳定 我想刚刚这样说 好像是普遍性大家认定 没有太大争议的小结论吧 应该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接受了吧 不过依然有人不相信 我不是这个相关医疗专业的人 说真的 我没有办法做出任何的评论 但是也透过这样的实况 我们可以明白 不管事实是什么 因为影响人们理解事物的原因太多了 甚至有人因为自己的利益 故意去散发假的所有的讯息出来 使得我们更难以分辨 甚至无所自从 约翰福音18章38节 比拉多问一个很出名的问题 他问真理是什么呢 我之前在讲到信息分享的时候 有分享过一个实验的影片 这个影片是这样 这个影片说 有一个实验 他做一个影片 然后里面有穿白色衣服 跟穿黑色的衣服 他们在传球 然后实验的主持人会跟受试者说 你现在看这个影片 仔细注意 穿白色衣服的人 传球总共传了几次 受试者就很认真在看 开始说 整个影片播完之后 这个主持人就会问 好 请问球传了几次 他就说一个正确答案 没问题 主持人就问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影片 哪里奇怪的地方 没有 但这影片超奇怪的 如果你不去算球 你认真看这个影片 你会看到有一群人在投球 然后有个大猩猩跑出来 呼呼呼呼 然后又跑掉了 可是在数球的人 他为什么没有看到大猩猩 你会发现这个实验很清楚的看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明明是明显奇怪的事情 但是当人们的注意力不在整个环境 而是专注一个特别的地方 人们很容易忽略了一个本来简单可以辨识的问题 而我现在屁屁上 我另外张图片 它是在说明一个北海道 因为气温常年偏低 所以许多住在北海道的人 他们没有接触过蟑螂的经验 好 我必须诚实的说 因为我没去过 我不太确定那是多美好的世界 但基本上报导里面是这样说 当有记者拿蟑螂给这些北海道的人看的时候 因为他们没看过这个可爱的生物 所以呢 他们很多反应都是 哇 好可爱喔 然后闻闻看它的味道 你很难想象对吧 因为对你来说看到蟑螂就像看到鬼一样 当彼拉多问真理是什么 这个时候就像是这个世代 当人们认为没有所谓的真理一般 事实上就算有真理 当我们专注于自己的欲望 我们看不见 而当我们没有经验过的东西 我们不认识 真理就算是清楚明白 展现上帝丰富的样貌 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依然视而不见 也就因此 当这个世界的声音多了起来 谎言与虚假冲刺在我们的环境中 我们几乎不可能知道我们要相信什么 我们也几乎除了自己 好像什么也都不可信 悲哀的是有些人更辛苦 他连自己也不相信 因为谎言多到他也说起谎言 甚至他也相信起谎言 如果我们没能专注于上帝的带领 有更深的认识与思辨 那么智慧者所说的欠缺 的的确确大大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因为缺乏我们的眼光 不会专注于上帝的带领 我们会像刚刚提到的那些认真 数求却看不到大猩猩的人 将自己投入险境中 却一直呼喊的快要死掉了 然后一边往着危险的地方走过去 无法专注上帝的话语 并且去认识与思辨 我们只会陷入更多的谎言跟错误中 若说因为医疗的专业 我们没有概念 所以人家说什么 我们也只能信什么 那么上帝的话呢 成为基督徒的我们 难道不是跟着耶稣学习 而每个人都应该成为跟随耶稣的专家吗 是的 不是因为我是牧师 所以我跟你们说要来成为基督的门徒 而是当我们所有的人 你选择当基督徒的那一个瞬间 就是你已经决定要成为基督的门徒了 你不是信仰的跟随者 你不是相信有一个叫做上帝怎么叫耶稣的神明 不是啊 是我们决定跟随基督的教导 认识创造天地上帝的丰富 透过我们自己的一生来回应上帝的呼召 这样的跟随 不是跟你们说来大家都来读神学院 每个人都当传道人 不是啊 而是每个人认真在自己的生活中 透过对上帝话语的理解 实践在自己的工作 生活与人生当中 也因为对于上帝话语的理解 我们重视对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 有不同的看法与论述 但是绝对不会偏离上帝的代理 尤其因为我们自己就能够阅读这一本 真实圣经一模一样内容的圣经 没有人可以说谎 改变创造新的价值 你说没有啊 牧师 诠释圣经的权威可是四面八方啊 没错啊 但是你不用担心 因为不管怎么诠释 原来的原文都在这个地方啊 你说没有这是翻译的 OK 现在网路上你要找原文的帮助 让你试着去阅读它 不是没有工具啊 我们真的知道 当我们认真在专研读上帝的话语 我们会明白受上帝灵感而写的每一卷圣经 对于教导真理指责谬误 纠正过错指示人生正路都有益处 事实上如果我们还认为礼拜天来做礼拜 听听牧师分享的我们就被建造 说真的我必须告诉你真的不够 智慧者他跟上帝祈求两件事 一个是不受欺骗不在空虚中 第二个是没有缺乏不过度富裕 要是我们没有能够在上帝的话语里面追求 你是很不容易得到的 因为没有权威大过上帝自己 而追求权威只会让我们重新陷入灭亡 以色列王国的那样的处境 耶稣时代的错误 宗教改革的迂腐 我们只会一而再地重蹈覆辙 而偏离了上帝 我们从今天台湾资讯泛滥的处境中 很清楚地看见 你就算有知识 你都还不一定有相同的看法 那么没有知识 真的就是人家说什么 你也就只能听什么 虽然因为疫情的原因 教会的成人主日学停了好长一段时间 但是鼓励各位弟兄姐妹 读圣经真的是大家愿意一起来 就像是减肥的人要运动 一个人很痛苦 有一群人容易多了 读圣经有一群人愿意一起读 真的会很好 我们真的需要鼓励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读圣经 而我们当中 如果你已经有一点圣经知识了 我就会鼓励你出来成为 那个带领查经的人 帮助弟兄姐妹 对于圣经有更深入的学习 而谈到这个地方 我也要特别分享一件事情 那就是这几年 儿童主日学新任老师的招募 十分的困难 每年愿意加入的同工不到三个 或者这样说 甚至有一整年都没有新的同工加入 现任的老师虽然十分尽心尽力 但是他们长期的付出 最少的都是三五年以上起跳 在他们没有办法休息的情况之下 老师越来越少 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会发现 今天停滞不前的宗教教育 将让我们失去有信仰的下一代 我们许多孩子在高中之后 基本上就没有再稳定聚会了 甚至上大学之后 课业社团活动越来越多 已经失去了对信仰的认识 偶尔跟着父母亲来做个礼拜 我们必须诚实的说 这种问道尔文 然后礼仪式的礼拜 真的没有什么帮助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真的要看见 真言智慧者的提醒 是如此的大声 这礼拜开始 我们要招募新的儿童主义学老师 各位弟兄姐妹 你们当中不知道有人 你愿不愿意最少为我们的下一代 摆上两年的时间 透过两年的课程 你可以让自己被建造 你也透过在教导的过程中 让教会的下一代 成为敬前的下一代 宗教改革 不只是对于迂腐教庭的挑战 更是对所有基督跟随者的一个挑战 过去只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好 只要记得奉献 只要听宗教领袖的话 今天啊 不 今天宗教改革之后 是要我们每一个人负责任的 来到上帝面前 曾经有个孩子跟我说 哦 上帝怎么那么烦 他要什么跟我们说 就叫我们做就好了 干嘛还让我们有自由意志 还可以自己选择 哦 真麻烦 我想问 上帝说的话 我们真的都愿意听吗 还是 我们只挑我们自己想听的 不想要的就怎样 连接触也不接触 因为看不见 听不到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不是吗 还是 我们愿意摆上更大的代价 认识上帝的话 看见今天生命的实况 用尽一生的力气去回应 去实践 并且去选择 并且为那个选择付上代价 看见上帝丰富的美好 也看见宗教改革前辈所坚持的 当我们每个人 都愿意自己来认识上帝 让上帝直接介入我们的生命当中 那么我们必然经历 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的把天赋 怜悯我们的软弱 我们真的十分软弱 我们需要面对的挑战好多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好多 有时候我们甚至想 能不能让我们偷懒一下 牧师说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就好 但主啊 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真的偷懒了 我们就会陷入了过去宗教改革者 所要挑战的东西 那就是我们到底听了什么 做了什么 我们根本搞不清楚 主啊 在面对我们看到现今世代 这么多讯息传递的时候 我们发现我们莫可奈何的同时 求你帮助我们转眼回来看你 让我们真的知道 我们只有自己愿意认识你的话 并在你的话 并在你的话语上面有定见 我们才不会随着这个世代 在异教之风飘辽飘去 帮助我们被你建造 被你充满 认识你 跟随你 回应你 谢谢你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用每一天我需要你来回应 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恩桌前 用心灵城市寻求你 亲爱的天父我和等地需要你 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 让我坦然无惧 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恩桌前 用心灵城市寻求你 亲爱的天父我和等地需要你 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 每一天我需要你 你化欲如甘霖 每一时刻我需要你 神灵如雨降临 这是我的祷告 愿我生命淡淡 为荣耀给你耶稣 这是我的呼求 每天都更爱你 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 每一天我需要你 每一天我需要你 你化语如甘霖 每时一刻我需要你 圣灵如雨降临 这是我的道法 愿我生命旦旦 归荣耀给你耶稣 这是我的呼求 每天都更爱你 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 我这里再邀请你来祷告 为你自己来祷告 如果你过去真的忙到没有时间 来翻唱上帝的话 从今天起 每天看一句 如果你过去真的忙到 你只能够来礼拜天的聚会 听完牧师讲 可是你圣经连翻都没有翻过 那么告诉自己 每天一节 每天一节 去肯读上帝的话 但如果过去你已经有 很好的每天灵修的经验 那么我鼓励你 去主很重要的茶经小组 去主很重要的茶经团队 让我们教会有很多很多的茶经小组 很多很多的茶经团队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更认深的 看见上帝的话 为自己祷告 这是我的祷告 这是我的祷告 我愿生命淡淡 归荣耀给你耶稣 这是我的呼求 每天都更爱你 永不失去 祈祝爱你的心 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 愿亲爱阿爸天父的看顾 主耶稣恩典的怜悯 圣灵的大能大力 与你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兄姐请坐 有需要祷告的兄姐可以留下来 有需要祷告的兄姐 我们长老 给大家带大家的广告 祷告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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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